道教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伏地的说法 以前朝九斗米教老神仙马成真 云集公府图最深入人心 龙虎山当时仅被列为道教第二十六伏地 更是无疑洞天 比起武当山似乎要逊色太多 可自从一跃成为道教祖庭 龙虎山照姓天师坐镇天师府眼教不化 至今世袭道同以四十代 每位天师均可得到朝廷告命册封 除了家天师封浩 还要官至一二品奉赵仁进 与皇帝传授养生区病术 这一代赵丹霞大天师 与上殷学公大祭九一并成为国师 上一代天师还只是掌管江南朱棣道教士 这一代便掌天下道教教务 致是正义品 权力重祀王侯 得了羽衣倾向的美誉 逍遥官在龙虎山上是一座小官 人丁稀薄 更谈不上香火 大概是天师府看不下去 不想这座山上年月最悠久的道观缺米断吹 只能每月就计些银两 逍遥官本不属于龙虎山道庭 前两代才转交到天师府名下 至此龙虎山在无佛门寺庙 甚至连逍遥官这样的年老小官都支撑不下 有别于正义交的道士都陆续搬出龙虎山 这一点跟有荣乃大的武当山相差鲜明 这会儿 逍遥官住着个姓赵的老道士 赵西团 若是外人初次听见 会不以为然 当作是一个不得志 才入龙虎的老家伙 龙虎山天师府住着三位赵姓天师 但别以为在山上姓赵就一定了不起 只有天师府上的龙虎山道士 才是这座道都的领袖 这一辈龙虎长教是单自辈 依次往下示茎 宁 灵 锦和官 官里 老道士赵西团看着满院子 经过风吹约 晒雪鸭鱼 打得山楂 早已干瘪 哪里还能下嘴 枯黄少年蹲在院中 神色有些为难 老道士陪在一旁 今天是个爽朗暖和的好约子 最适合好汉大提当年永 悠悠自得道 龙相啊 为时年轻的时候 喜好渔情山水 年幼便通晓了 八卦大义 无书 不看 飘然出世 当年山上老祖宗对我那是喜欢的一塌糊涂 可为师哪里在乎这羽衣倾向的虚名 逛到了三十来年才回山 嘿 在山下倒也是做了点传经兽传治病遇灾的事情 只差一点就被老皇帝请进皇宫讲述皇老数 别看天师府有不少人都去过京城进过大内 可那是因为他们也姓赵 与为师不同 为师不靠这姓氏吃饭 名声一样可达天听 龙相 别看山楂了 与为师说几句话 唠嗑唠嗑 师徒两人每天说不上几句话 不像话吗 外人还以为为师不心疼你呢 徒儿 要不为师教你老祖宗当年只传我一人的大梦春秋 这可是我那傲气者都不曾悟透的道门仙术 为师能保住这逍遥观 就靠这梦春秋了 这心法 比起武当那大皇庭只好不差 为师如今能一睡三年 还是老祖宗厉害 据说一握甲子都不难 为师心想当年老祖宗羽化是不是 老道士见少年面无表情 便觉得这自说自话有些无趣了 打了个哈欠 昏昏欲睡 只见他只是左脚弯曲着地 右脚搁置在左腿上 一手脱腮帮 侧头酣睡过去 老道士屁股下并无以瞪 可身形晃来晃去 偏偏不到 只见这位龙虎山西字背老道士 侧脱腮帮的那只手如握剑绝 左手则食指如钩 掐了那重阳子舞绝 传来老人的男生 睡春秋 睡春秋 十根高卧望七年 不卧瞻 不盖背 天地坐床披明月 轰雷撤垫太山催 万丈海水空里坠 梨龙叫喊鬼神经 我当嫩时正汗睡 院外 站着一个身穿一席 正黄色尊贵道袍的年轻道士 闭眼站定 默念道 一眼对鼻 鼻对声门 心目内观 绵绵呼吸 默默行持 须及静度 真气浮丹池 神水还武内 呼甲钉 赵百灵 无神 出呼酒公 自由轻蔽 梦中观沧海 烟里提阴阳 不知春秋以外 已过五百年 徐龙相见身边老道士 要死不活 在那里打瞌睡 偏偏不肯走 便起身离开院子 逍遥关不在山高处 只在山脚 与高高在上的天师府 却是天壤之别 不过这里出门 便可看到 如一根碧玉带缠绕山巒的青龙溪 徐龙相走到溪畔 望着两张 记在岸边的竹筏 正正出神 少年怕水 自然不敢登上竹筏 顺流而下 黄色道袍 年轻人傲然站在西畔 吃笑道 姓徐的傻子 亏得西天师教你睡春秋 你听得懂 听不懂就趁早滚回北梁 龙虎山不是你这种蠢人 可以待的地方 徐龙相智若罔闻 只是盯着溪水发呆 面容神异的年轻道士 虽然出声嘲讽 却离得那黄蛮儿 有些距离 上次来逍遥关探望老祖宗 不小心踩到了山楂 便被这傻子 差点从山脚追到山顶 狼狈至极 这让许多山上 道姑姐姐姑姑们 都笑话了好久 奇耻大辱 不过他看出来了 那傻子怕水 看到徐龙相终于转头 年轻道士飘向竹筏 脚尖轻轻一点 竹筏便缓缓滑向小溪对岸 似乎这年纪不大的道士 玩了一首花样 竹筏在溪水中间位置 静止不动 一条竹筏站着五六位 来龙虎山探辟寻仙的文人雅士 见到这玄妙一幕 据是哗然惊叹 道士大笑道 黄蛮儿 有本事你来呀 听说你有两个姐姐 一个形式放荡 一个孤名钓鱼 徐龙相无动于衷 道士继续嘲讽道 你还有个哥哥 据说王妃就是因为 这个不成才的世子殿下而死的 徐龙相猛然抬头 道士嬉笑道 来呀 我等你 蹲着的徐龙相并未完全站起身 如豹子一般弯腰前冲出去 瞬间便掠至西盘 却不是跃入西中 而是一脚踩踏在竹筏前端 顿时将宽大皆是竹筏 给撬出水面 直直立起 只见他单手如刀 将维系竹筏的粗状绳索给踢断 双手一撑 便将竹筏给撕烂 迅速捡起竹筏 一节节残骸 被徐龙相丢了出去 仅是声音便刺破耳膜 如虎啸一般 那么力道之大 可剑一般 剑与落下 黄一道士脸色慌张 不管他如何猿猴腾挪 都逃不过那一饼饼竹签 他竭尽全力 也只是将一些竹子给打偏 这些箭矢 一入溪水便爆炸开来 只见道士四周溪水 如喷泉剑舍 当最后 一杆竹子刺面而来 年轻道士几乎已经认命 同样是黄一道袍的 中年道士横空出世 飘至竹筏 左手负于腰后 右手粘住那根竹子 表面上波澜不惊 只是竹筏却急速倒退 等止住动静 中年道士 已经将竹子回射向 屡历天下第一的徐龙相